《唯摩截经》 再来讲的菩萨是虚空场菩萨 直宝俱菩萨 宝勇菩萨 宝剑菩萨 这四个菩萨 一个是虚空场菩萨 直宝俱菩萨 宝勇菩萨 宝剑菩萨 我们讲这四个菩萨好了 第一个虚空场菩萨 那是八大菩萨之一 我们经常念《高王经》知道的 《高王经》里面 就是八大菩萨 是观世音菩萨 文诸实力菩萨 普贤菩萨 地藏王菩萨 弥勇菩萨 弥勇菩萨 虚空场菩萨 金刚守菩萨 除盖章菩萨 妙吉祥就是文术实力啦 文殊妙吉祥 OK 就是文术实力啊 妙吉祥就是文术实力啊 所以我念了《高王经》里面当然有写到这八大菩萨 西空场菩萨是八大菩萨之一耶 大菩萨也是在这五个菩萨 52个菩萨的名单里面 将来也将来也会念到文之实力菩萨 还有观世音菩萨 西空场菩萨 这尊菩萨真的是很伟大 他证得了西空 他也知道 所有一切法都在西空里面 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法 全部在西空里面 像我们大家看 为什么要写着雷障事呢 雷障事什么意思 雷障 这是西空障 雷障两个字 不想则已 一想就是雷 不想就是很安静 一想就是雷 那么要弘扬全世界 什么声音最大 雷声最大 声音最大的就是雷 当初他给我雷障的意思是说 不明则已啊 一明就惊人 这个就是雷障事 雷声响天下 藏我真佛中 藏我真佛中 就是雷障的意思 这藏我真佛中 真正的佛是藏起来的 那么他了解 这个西空场菩萨 知道 所有的一切的佛法 全部在西空里面 已经能够证明到 西空里面藏一切法 一切法藏在西空里面 就是虚空场菩萨 最主要的名字 他意思是这样 一切法藏在真空里面 虚空里面 虚空里面也藏了一切法 能够证明 以自己的身体 也能够藏一些法的 藏一切法的 就是虚空场菩萨 在他自己的身体里面 就是有花 有月 有罗胎 所有的净土都在他的身体里面 所有的佛法都在他的身体里面 这么伟大的菩萨 就叫虚空场菩萨 他的身子就如同虚空 场一切如来 所以叫虚空场如来 虚空场菩萨 这样能够了解他的意义吗 以前我们去 头边空游泳的游水 有两个上师在这里 我们以前 师尊以前去看地理 连世连主 也跟着师尊去看地理 看洪水 看完地理洪水 我们也就到头边坑 那里有河流 我们就下去游泳 天气很热 游一个泳以后再回家 我第一次说法也是在头边坑 这个 那一条溪流的旁边说法 说什么法 说妙法莲华经 有一张照片 坐在一个水塔 水塔上面 跟底下的地址说法 讲的是妙法莲华经 我在那个河里面 找到一个奇怪的石头 然后我就拿回家 拿回家以后 我觉得这个石头非常的稀奇 我就把它拿回家了 晚上做梦 龙王出现 那个是水龙王 所谓龙王 有海龙王 有河龙王 有江龙王 还有西流王 还有最小的龙王是井螺王 古代的井 井龙王 龙王也住在井里 龙王出现 跟我讲 你把我的宫殿都拿走 哇 因为那龙王的宫殿 是那一块石头上 他的宫殿是在那一块石头 就是我捡的那一块 很漂亮的石头里面 既然有就是龙宫 西龙王的龙宫 所以这个很稀罕 我讲这个意思 就是跟大家讲 虚空藏 很多很小的东西 你不要看得很紧 你不要看 它其实里面 藏有很多的奥秘 有没有这回事 有 我捡了一块石头回去 结果龙王出现跟我讲 你把我的那个龙王宫殿都搬回家 我捡到了 在河里面捡到了一个石头 居然是那一条西的龙王的宫殿 所以我讲了一块石头里面 也有亭台楼阁 是人家的家 是龙王的家 从来 从来没有想过吧 这个就是西空藏菩萨 在西空藏菩萨的身体里面 就有西空 就有如来 那解释完西空藏菩萨 我在讲 植宝具菩萨 什么是宝呢 宝就是剥叶 宝 就是华宝 释迦牟尼佛的宝 就叫剥叶 剥叶 它会产生一种光明 一种光 它是 也可以这样子讲 照到哪里 哪里亮 照到哪里 哪里亮 这个菩萨它本身 它有剥叶的宝 那个剥叶的宝会放光 像火炬一样 它拿着佛法剥叶的宝藏 像光一样的 照到哪里 哪里亮 所以有一句话 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有一句话是有点政治性 还是不讲好 还是不讲好 就是讲说 好像以前过去所讲的话 就是磨磨磨 像太阳 照到哪里 哪里亮 磨磨磨 像月亮 初一十五不一样 有这句话 磨磨磨 像太阳 照到哪里 哪里亮 磨磨磨 像月亮 初一十五不一样 那这里所讲的 纸宝记菩萨 就像太阳一样 这个菩萨有剥叶光 它拿着这个剥叶光 走到哪里 哪里就亮起来 这菩萨到那里去 那里就很亮 非常的亮 最近我发觉一件事情 在我家 南山雅瑟 我的床底下 居然变成了鬼剧剧的地方 就在我床底下 所以我每一次回家 走到床边 那床里面会大叫一声 床底下都会叫 床底下都会叫 每一次我走进去 它就是叫 怎么走 它就怎么叫 所以这也是纸宝记菩萨 我走到哪里 哪里叫 纸宝记菩萨是拿着 佛陀的智慧光 佛业光 智慧的光明 它到哪里 哪里就亮起来 这个菩萨 帮助众生 让黑暗的众生 得到光明 就是纸宝记菩萨 这样 听得懂了 我们在讲保永菩萨 保永菩萨 什么是保永菩萨 你因为你有智慧光 你照到哪里 哪里亮 你就勇往直前 你不怕那些什么 像那个连华生大事 今天讲连华生大事 西藏有很多的妖魔鬼怪 他去收入那些妖魔鬼怪 连华生大事一进入西藏 妖魔鬼怪就跟他挑战 连华生大事他有佛法 他又有神通 所以降伏了很多的妖魔鬼怪 一路的降伏妖魔鬼怪 就到了西藏 所以去那里 他见双雅士 也是降伏了双雅士那里的 那个罗萨才能够把双雅士建起来 他意思是这样子讲 这个保永菩萨 就跟连华生大事一样 他有佛法 有神通 什么都不怕 一切妖魔鬼怪 这个邪道 一遇到他 他就非常的涌见 非常的精进 非常的涌见 没有人能够赢得他 这个就是保永菩萨 因为你保 就是你有剥叶 你有你的伟大的智慧 你就勇猛精进 到任何地方你都不怕 这种菩萨 叫做保永菩萨 那地方非常险恶的 你不要去 像我 我睡在床上 我的床底下全部都鬼 但是我是保永菩萨 我不怕呢 因为你是抖在里面 等我在超度的时候 你们再出来 所以我就睡在上面了 床底下 我发觉我床底下都是 因为床底下比较黑暗吧 因为有这个床罩盖住 结果他们现在 没地方可以去 有些已经爆满了 爆满了 冰箱里面也是满的 柜子里面也是满的 那现在全部抖到我床下去 我床下很宽 一个很大的天地 全部床下 我上床睡觉的时候 底下还叫了一大声 但是 因为我有薄叶光 我不怕 我就躺在床上 床底下都是鬼 也无所谓 我也不怕 也不怕干扰 我睡得很好 我在床上 不止床上睡 我 做法座也可以睡 大家都知道了 我做法座我也可以睡 坐着我都可以睡 躺着我也可以睡 站着 只要让我扶住一个东西 我也可以睡 我是很会睡 很会睡 虽然很会睡 勇猛起来也是很勇的 你不要看我这样子 只要让我睡醒过来 我就很勇 这个叫保勇菩萨 因为有薄叶光 我也不怕 很多鬼 家里很多鬼 我会写 我最近的一本书 二九三是吗 二九三写的就是 我家的鬼 如果有人到我家去 他看不到鬼 为什么 他们都抖着 让你们知道也没有用 反正你们也看不到 我回去就不一样了 客人走了就不一样 他们都出来了 他们也不怕我 因为我不会伤害他们 我连恶鬼都不想伤害 真的 所以鬼伯那里的鬼 其实我不想伤害的 是那个不动明王 不动明王跟大力金刚 把他们全部赶走 全部脑袋全部给他 给他砍掉 如果是我 我不会伤害鬼 就算是恶鬼 恶鬼也是众生 恶鬼也是有佛性 只是他们没有醒过来 被恶念把他支盖而已 所以不应该去伤害任何一个东西 再来是保见菩萨 保见菩萨 就见日是用眼光 是用眼睛 用眼光 保见菩萨 能够看见 所有如来的本身的这些华宝的 剥叶光的 就是保见菩萨 我们生活中经常 在拍照当中 都会拍到薄叶光 一圈一圈的 你不要看这些薄叶光 那些薄叶光里面都有 都有坛层 你有没有注意把薄叶光 很小的这个薄叶光给他放大 里面有红色的线 有一个尘在里面 这个薄叶光的中间就是一个菩萨 所以你们拍到薄叶光 你把它放大 你就看到里面的 有城墙 有亭台楼阁 有四门 有四个门 中间还有华坛 上面还坐着一个菩萨 什么是保见菩萨 就是能够见到 真正的如来场的菩萨 见到如来场的菩萨 就是保见菩萨 保见菩萨 所以你 其实我们学中观 中国大陆的这个 一个佛学家 就是李成 他讲中观跟为世 他讲中观 其实是为世 没有什么两样的 中观也是 从这个空跟假当中 去理出一个中 也是一种 所谓中观 他是讲是生 生 为世是讲过 万法 万法为世 万法为世 中观跟为世 其实是一样的 一般在以前的这些学佛的人 大部分是中观 会批评为世 为世也会批评中观 但是按照那个 李成所讲的 其实中观 就是为世的一种 就是为世 他也是从空跟假中 各种理论里面 各种理论里面 理出一个中 所以才叫中观 那么为世呢 是从所有的 万法为世 一切都是跟世有关的 任何一个事情 都离不开世的 眼耳鼻舌生意 都是世 眼睛看见的 是因为眼是 耳朵看见的 也是耳是 鼻子嗅到的 也是因为你的嗅事 都是意识啊 到最后是一个意 眼耳鼻舌生意 还有意根 意根就更深一点的 叫根 最后是第八诗 阿赖亚 阿赖亚是 阿赖亚也是诗 再进去呢 就是吴后诗 吴后诗 密教里面还讲 安本罗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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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吴最高的 所谓的八诗 就到阿赖亚 再进去 就是第九诗 是吴后诗 吴后诗 再进去 就是安本罗 第十诗 万法为诗 所有的佛法 都是跟诗有关的 你能够明白这些 你看见了这些 就是保见菩萨 李成讲的 中观其实也是为诗 所以中观 不要批评为诗 为诗也不要批评中观 那么密教啊 大部分都是讲中观 所谓现在的这个 这个藏密 大部分都是中观 应成派 中观也分了好几个派 研究这些东西啊 这个像那个唐三藏 贤庄大师 贤庄呢 唐朝的贤庄大师 在这个慈恩寺的大宴 大宴塔 我说的是慈恩塔 日夜坛有个慈恩塔吧 日夜坛 慈恩塔 那里还有一个 贤庄 贤庄的实例子 贤庄 日夜坛 贤庄寺 那里有玄庄的舍利子 放在那里 在唐玄庄翻译很多诗 包括陈纳 陈纳也翻译了很多诗 很多佛的诗 陈纳 叫陈真帝 陈真帝 还有意境 也翻译了很多的诗 只是李承 我看李承的书 才知道中观 他讲的蛮有道理 中观跟为事 其实不应该分 所以什么为事批评中观 中观批评为事 都不对 那都是不对 其实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东西 能够看见真正的事 理解到这个事的 最为细的地方 最为 最细 最妙的地方 佛法 最为 最细 最妙的地方 全部能够了解 这个菩萨就是宝剑菩萨 他能够看见 所有剥叶 真正的智慧 那智慧 是用中观跟为事 去理解 所以要研究佛法 真的是 深不可测 又深 又稀 又妙 又微 所以要懂的这些东西 你要先 懂得 师父教你的 你自己还要 看很多的书 那 贤壮大师 他写的就是为事 他真正的为事 真正的为事 你要看哪一本经典 谁能够讲出来 为事要看哪一本经典 我告诉你 庄严经 显壮大师 翻译的 庄严经 你看看有没有庄严经 看手机有没有庄严经 里程讲的 里程讲的 你们读过里程的书吗 谁读过的 全部都是文言文 还好我国学基础 还好一点 我看得懂他的书 别人是看不懂 我相信很多人看不懂 庄严经 大圣庄严经论 没错 这是专门讲为事 庄严经是谁做的 有的讲吴卓菩萨 有的讲弥勒菩萨 都不要紧 因为弥勒 吴卓菩萨 也是跟弥勒菩萨学的 弥勒菩萨 就是吴卓菩萨的老师 是讲吴卓菩萨 住的也可以 讲弥勒菩萨 住的也可以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 弥勒菩萨 传给吴卓菩萨 因为他的兄弟 就叫四亲 就叫天亲 四亲菩萨 这个吴卓 天亲 那个龙宿 提伯 龙宿跟提伯 是师徒关系 吴卓跟四亲 天亲 是兄弟关系 那吴卓 跟天亲 跟天亲 是讲 做的是为事 那 这个龙宿跟提伯 讲的是中观 那懂得这些啊 你看 学佛法 才会知道 能够看得懂 为事 也看得懂 中观的 能够以中观 跟为事的思想 来教导众生的 就是 宝剑菩萨 我 可能 有语 不 有语 深